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地毯式的搜查很多还找不到 所以你身体没有不舒服 你也没有发烧 不代表你没有得到武汉肺炎 所以政府现在推出一分钟 让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要做筛检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肺炎 下呼吸道 对 所以如果你是上呼吸道症状 都是减分的 就是你距离 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越来越远 然后如果你是下呼吸症状 你就是会距离新冠肺炎越来越近 所以是叫加分 好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 好 那你看如果是咳嗽 观众朋友你有咳嗽吗 如果你有咳嗽请你先加8分 不 但是你有一个基础分数 就是你一开始就先有40分 要从40分开始吗 对 你一开始就算40分 就我一个攀怀中健康的人 什么都没症状算40分 然后开始把这个症状加或减 那来加关好 好 我们现场来加加关 你现在40分 你咳嗽就加8分 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都在咳嗽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我这边就提醒一下 就是说虽然它这个表是比较简单 但咳嗽我们一般要属于肝壳 就是比较是下呼吸到肝壳 好 那后来就加8分 你是过敏了 好了 没关系 呼吸急促这个很严重 我没有 加17分 所以我现在48分 对 因为你的肺部交换功能不好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加17分 好 接着 慢性病 如果你有慢性病的话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糖尿病加10分 没有 高血压加10分 没有 冠心病加5分 我有 肩膀脱锤要不要加 那不是冠心病 不是 好 所以我现在还是48分 对 你还是48分 对 然后往下来看 好 上呼吸道就鼻塞就扣10分 没有 好 然后喉咙痛扣15分 也没有 好 然后全身性症状 如果你头痛扣10分 没有 因为新冠肺炎不会有头痛的现象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新冠肺炎会头痛 所以你只要头痛 那就是没什么症 没什么症 肌肉症痛 那肌肉症痛也不可能 因为我们讲说 它在新冠肺炎里面是所谓的乏力 就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力气 但是不是说全身痠痛那样的 这个是流感的症状 所以因此你全身痠痛的话 大概偏流感 减10分 那如果疲劳倦怠 疲劳倦怠 它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的是 这个我有 乏力跟疲劳倦怠 有点不太一样 我有点疲劳倦怠 好 那没关系 那你就扣5分 这是距离越来越远 那48减5分 我43分 对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各种症状加减总分 在40分以上 建议接受武汉肺炎筛减 那我要去接受武汉肺炎筛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咳嗽 因为咳嗽这个事情 在新冠肺炎里面 是出现最高的 那明天早上我就不那么早来上班 我要先去接受筛减 好 各位同学 所以 各位朋友 你几分 好好替自己检测一下 我们姐姐带你来关心的是 这一波疫情 还牵涉到口罩之争 现在为了口罩 中美争论不休 中国说 虽然你的口罩 虽然你是美国公司 但是你场舍在我们国家内 所以不准出口 因为我们都没够用 都没户戒 怎么还可以出口呢 但老美就生气 她说这是我们美国公司 你不让他出口 那我就让他撤照 我这家公司在中国 我就关了 我就不做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 纳瓦罗 这是白宫的贸易顾问 她说如果中共 寄3M口罩出货 美国 我们将撤回 四家美国制药商 这里头包挂3M的执照 他们也不玩了 所以想不到口罩还撼动了中美关系 对 奇怪 3M是美国的 你中国进行他出口 可是我要跟各位讲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3M 在 他的 他现在在大陆的这个口罩占 9成 所以如果说他不让 等于说我 我现在所有9成的口罩 都是3M做的 所以3M如果出口 中国自己都不够用了 对 然后因为他1983年 他就到上海去设分公司 你看这么久了 不是最近 大家才开始注意到3M 3M是1983年就到上海 他是第一家在经济特区之外 不是在经济特区之外的 第一个外资的独资公司 所以很早就去 很早就去了 所以他一直就是以大陆 中国为主 他这个地方对他来讲很重要 然后包括2003年SARS 然后2013年不是开始雾霾吗 PM2.5 对 开始雾霾 然后他开始 你知道那时候口罩卖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时候他把全球 随便把他全球 所有生产的口罩全部调到中国 全部调货 调去中国还不够 因为中国一照难求啊 所以那时候他开始想通了 哇 他就大量开始在中国生产口罩 而且有一个关键 他把工业用的口罩的生产 转为消费用 就是民众大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今年1月20号 他一天就狂卖口罩 卖出多少 3亿台币 大家会觉得说 3亿台币 听起来没很多啊 可是你知道这3亿台币的营业额 是他去年营业额的一半 一天做去年营业额的一半 所以为什么他本来在他的设计公司 就是3M的设计公司 设计部门 在美国他的迷尼苏达总部有一个 然后意大利有一个 日本有一个 印度有一个 只有四个 后来就在去年就在上海成立了 第五个全球的设计总部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因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大陆的口罩市场对他来讲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其实3M大家会想说 口罩 他是以口罩为什么 其实不止 他也包括这个汽车 医疗 然后交通 运输 反正你想到我们日常生活用品 甚至我洗车 我用的布也是3M的 那我们常贴那个什么便利贴 有没有 就是3M的 那个也是3M的 所以其实3M做的范围 其实非常非常的广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 大家会想说水烟有没有什么厉害 有几个产品我觉得 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买车会在车上贴膜 那不只玻璃上贴膜 他现在膜还可以贴在你车子上面 还可以贴在你车子上面 贴车在车上面 那他的膜有个厉害的地方就是说 我只要买了这个膜贴在我的车上 他就是木纹看起来就很像木头一样 这是第一个他很厉害的膜 他有木纹贴 就贴上去就像木头一样 你就不用再去改变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 好 那还有第二个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就叫做玻璃维球粉末 他只要在汽车制造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这个汽车也好 你的这个产品里面加上 或是飞机也好 你加上这个玻璃维球粉末 他的重量会减轻 但是强度会大大的提高 这是他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科技 但是他一兆难求 一天就做去年一半的业绩 对 为什么股价在跌呢 当然因为从刚才的数据 而且现在中美还抢他 对刚才 CM争夺战 对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一天三亿 这个潘老师也说他三亿没有很多 对就是就是因为这样 但是他是去年的一半 但是确实没有很多 最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口罩的 营业额占他整体业绩真的不多 但因为我刚才讲他什么都做 所以你要知道最早的时候 这家公司成立是要做什么 他是要做什么 他是要做那个沙子 沙子沙轮的那个材料 他们成立以后就想要去挖那个钢玉 那个是印度仅次于钻石的 但是问题是没有成功 他说不然我们自己来做沙子 他就开始做了防水沙子 做了防水沙子以后 他去推广的过程中 汽车公司那个喷漆的说 你们可不可以做一个东西 你看我喷漆 我要先黏一个这个贴纸 有没有 然后再喷 可是每次撕下来 人家那其他厂牌的贴纸 都黏在上面很不干净 他就做了这个 我们叫这个胶带 就是黏在车上 然后让人家喷漆上去 再把胶带拿下来 叫遮蔽胶带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这个黏合胶的业务 就不断的一个成长 他胶带很厉害 非常厉害 那你知道这个黏合胶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口罩 真的是小case 因为这个黏合胶的 这个业务 占你知道这个工业用的这个领域 占了百分之二十三 所以我懂了 虽然大家在抢口罩 但是其他的产业 都没有办法复工 其他产业对这些物件的需求降低了 对 反而冲击到他股价的表现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 你口罩卖很多没有用 你其他 因为大家都不能复工 都没有起来 所以其他卖的很少 反而其他占他的营业额比较大 那像这个黏合胶 去年的营业额就七亿美金 七亿美金 那乘上就210亿台币 那我刚才讲的这三亿 一年是六亿 你就知道这个 素质其实落差很大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回来讲 过去大家是抢原料作战 对 我要抢料 现在不是 现在是抢口罩作战 所以甚至有人说 现在是一片口罩 影响到全球产业链 我们没想到说 这个口罩的蝴蝶效应这么大 因为口罩过去就一片一块 反正大家也不是很在意 现在也会觉得说 不过就是带了 我就去公共场合 但是没想到 现在关键是什么 你知道台积电 联电 他们那个采购经理 每天在门口很紧张 一直东张西望 他在望什么 他在判什么 口罩有没有来啊 你知道吗 他现在一个月要120万片口罩 而且他们的口罩 是专门要防城市用的 对 那这个规格又更高 那你要知道 我一个月要120万片 他现在库存只剩一个月 请问一下一个月过后怎么办 一个月过后怎么办 所以我们为什么 之前蔡总委讲说 鸿海生产口罩 我们听了昏倒 你不是做手机的吗 你跑去生产口罩 没办法 他要去做200万片 这样他才能供应 他的厂房的员工来使用 那你知道口罩缺到什么程度 现在缺到 包括我们看苹果 阿里巴巴 他们都跳下来抢口罩 多少钱 没关系 你出价 我买 不惜代价 10倍 就说苹果出10倍的高价 买口罩 10倍啊 为什么 不然我没办法复工 我的整个 我的整个供应的营业的调 至少要12%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抢口罩 一个原因在这里 所以苹果的股价也跌了 苹果也降了财测了 所以口罩影响到这么多的产业 个股怎么看呢 我们就先来看这一档很大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口罩原料的最上游 那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不太可能 都拿SARS的经验来对比 就说一个月就结束 两个月就结束 然后比他两个月期间涨多少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K线图 其实确实第一波的时候 他真的猛涨 那涨到这个幅度以后 大家算了一下 跟SARS那时候差不多 大家就开始卖股票了 就开始跌了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 整个疫情扩散的程度 跟我们 跟SARS那时候真的不一样 包括韩国 日本 现在意大利全球到处都是的时候 股价又开始重新上来了 而且你看今天又大涨 今天又大涨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其实不管是口罩也好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热印 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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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温腔的 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一样也是在算 你这个要量多久 量没多久就不用再量了 但没想到疫情不断扩 量额温这个动作 已经变成日常必备的时候 股价又继续大涨 创新搞 对 那其实话说回来 台湾有一家公司 叫康匠 康匠 就在鹰哥 在鹰哥 就是做口罩 做口罩 他一天可以 他这样生产80万 90万片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 他的口罩出貨給誰 我們剛講台積電 聯電 像立成 旺宏這些口罩 都是他在出貨的 抗獎 對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2009年的時候 他簽給台積電的時候 是0.7多而已 大概0.72 然後他再賣給台積電0.83 就賺那麼一點點 所以賺一點差價 對 後來H1N1疫情來的時候 外面都漲到1.4 但是他還是0.83賣給台積電 那不就賠錢了嗎 台積電說你怎麼那麼勾矣 他說我們要有誠信原則 從此所有的電子大廠 都跟他進貨 所以你看這種做口罩 非常厲害 在台灣我們也找得到 所以過去口罩 好像是一個積勒產業 對 實至無為奇蹟可惜 想不到此學此刻 口罩變成是一個關鍵產業 變成是戰略產業 靠北 在台灣的訊息上 就是跟台灣人一樣 在台灣人一樣 但是從來 都是和台灣人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